朋友们,大家好 这两天,台湾举行大选 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 萧美琴为副总统 就在昨天,网上有传言 说萧美琴曾经是刘亚东的女朋友 后来分手,还患上了抑郁 当然了,这是在中文简体圈里的信息 并不一定是真的 现在刘亚东发表了声明 我们来看看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刘亚东严正声明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 网上不断有人造谣 称本人与萧美琴有过恋爱关系 本人1994年至1999年 却曾在美国工作 但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在美国期间和回国以后 均为与萧美琴有过任何接触 谈恋爱更是无稽之谈 纯系张冠李戴,以讹传讹 希望维基百科 以及其他在网上造谣和传谣的人 好自为之 本人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刘亚东 2024年1月14日 本评道评 可能是维基百科有这种说法吧 其实这些事 是当事人的私事 没什么好说的 有网友发帖说 目前的退休金制度 有的人每个月可以拿到15000元 而有的人每个月只有110元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 拿着15000的人 觉得这是他们自己奋斗几十年应该得到的 甚至应该拿到更多 而拿着110元的 反而感谢政府 因为他们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总比没有的好 这是中共洗脑洗得彻底的表现 下面这条消息 说的就是中共怎么洗脑的 据财新网报道 中共刚开了所谓的教育会议 也就是要求怎么洗脑的会议 今年的教育工作会 要求全国1880万教师 提高政治站位 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 而不是教育属性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牢牢把握教育政治属性 战略属性 民生属性 中共的所谓教育 就是洗脑奴化 仅此而已 一位网友说 早上起来一看朋友圈 满屏都是叽叽喳喳 都是艳羡 品评 黯然神伤 原来今天是弯弯的点菜日 上一道菜吃完了 端坐在餐桌旁 就餐者想点出一道 大家都喜欢吃的菜 我们热烈围观着 冷眼旁观着 多像一群叫花子 隔着橱窗 眼巴巴看着人家大快朵银 中国人见人吃饭喉咙养 只能羡慕极度恨 而美国人呢 美国向台湾派出了高阶代表团 今天抵达台湾 罗森伯格同行 台湾大选昨日圆满完成 全球超过30国 400位重要政要之贺 赖清德与台湾人民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发布新闻稿指出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 及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 今日将抵达台北 AIT主席罗森伯格将一同随行 传递美方对台湾泰选顺利的祝贺 下面是一位网友的贴文 汉族在解构 非民族 无信仰 汉族 是一个政治名词 不是一个特定民族的名称 宽泛地讲 汉族 就是被中原王朝统治下 经过各个民族融合后 没有自己宗教信仰的农耕种群 反过来说 没有宗教信仰 恰是汉族之所以是汉族最隐秘的原因 没有宗教信仰后的汉族就是一个可以被各代统治者 非一格式化的读取硬盘 各代统治者 按照自己的需要 先格式化汉族硬盘 然后再强行写入自己的信息 到汉族的读取硬盘中 这样 汉族就成为统治者自己的专属民族 所以 汉族就是一块硬盘 运行2000余年 格式化迭代至少百余次 但格式化必须要有密码才可以 这个密码 就是中国2000余年历史中的终极目标 密码是什么 答案是掌握军权 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握有军权 就收获了政权 收获了政权 就拥有了意识形态 思想文化的解释权 从而就可以给汉族硬盘 输入自己的文化内容与方向 春秋战国时代 是中原族群硬盘没有格式化之前的形态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创造了中原族群最丰富的文化内容 此后至今 中国文化都没有突破 孔子界定的人际关系框架 老子界定的人文思考深度 董仲书创造的天 君 人三层关系内涵 下面是一则网易新闻 原文 多地厅级干部参加马拉松 有位正厅级干部 全马跑进三小时 一位网友跟帖说 为什么要跑马拉松 马拉松是西方的 这和过阳节有什么区别 要推广就推广屈原投江 哈哈 有网友发帖说 真是大快人心 国泰四支新基金发行 没有一位基民认购 毫无疑问 这是广大散户基民 用实际行动来告诉基金经理 面对基金公司 这些年拿着基民的钱 不务主业 恶意抱团 高位接盘 导致股民损失惨重 加上众多的造假上市公司和无良保健机构 广大散户股民投资者觉醒了 无良机构 想像以前一样 肆无忌惮割韭菜的好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本平倒平 也许不是觉醒了 而是没钱了 中国人过得比较富裕的日子 其实并不长 一直到2008年 西双版纳的橡胶 都还是捅购捅销 当地老百姓的橡胶 必须卖给国营公司 但是国营公司收购价格 远低于市场价 到了2008年 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 然后 有两名歹族骄农 是一对父子 重担身亡 当时事情闹得很大 差一点就爆发大规模暴力事件了 云南省公安厅长 都单枪匹马去和骄农谈判 最后的结果 除了赔偿死者100多万人民币外 最重要的是 西双版纳骄农 终于可以在市场上 自由出售自家的橡胶了 当时已经是2008年 北京都开奥运会了 财新网又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一篇文章讲述新疆的警察 刑讯逼供 打死人的事 不过很快这篇文章就被删了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特稿 嫌疑人孙仁泽之死 庭审中 任婷婷数读服案长期 休庭前 任婷婷突然从公诉席上站起来 冲台下巴嫌疑人大叫 杀人犯 我不会原谅你们 被告席上一阵骚动 闪判长忙出声制止 年逾五旬的人婷婷 家住新疆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族自治州伊宁市 其丈夫曾是老资格的警察 后因公殉职 其独子孙仁泽 2018年3月27日 因涉嫌寻衅滋事 遭刑事拘留 被积押于伊犁州查布查尔西伯族 自治县看守所 2018年9月27日凌晨 孙仁泽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 接受警务人员长达七个多小时 审讯后昏迷 之后辗转多家医院ICU 11月9日 一直未能醒来的孙仁泽 忠告不知身亡 十年不满31岁 警方称 孙仁泽是审讯中 要求喝水 结果被枪导致昏迷 审讯人员没有责任 目睹儿子在病床上遍体伤痕 人是不省的人婷婷 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 此后五年 他顶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 为儿子不明不白地死 四处奔走 终于迎来真相大白的时刻 2023年11月6日 一期警务人员 暴力逼供指人死亡案 由伊犁州奎屯市法院悄然宣判 八名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 一审被分别判处三年 至13年有期徒刑 叶小山律师发帖说 财新传媒王和言这篇 关于刑讯逼供致死的文章 写得极好 看完之后几倍发凉 自己都有一种 被毛巾贴满胶水的窒息感 因为办理伊犁州扫黑除恶第一案 自治区公安厅要求办成铁案 可专案办了近半年 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没有命案和保护伞 就没法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所以就对孙仁泽逼供 只通过协调 就能把人从查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来 然后在伊犁州的交警大队地下室审讯 交警大队领导提出 交警队人员复杂 容易传出去 专案组又协调 把人提到霍城县公安局后院逼供 霍城县公安局局长又说 孙仁泽被打的叫声太大 办公区都听见了影响不好 还是建议去看守所审讯 他们都知道 为明哲保身 都在巧妙地推阻 具体的办案人员就没办法了 省厅下来的专家何德复说 拿不下 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 于是又一个协调 把人提到了霍城县看守所 一个特殊办案室 为什么特殊 一听名字就明白了国保办案室 这个办案室没有隔离栏 办案人员还让看守所所长 管掉监控 看守所所长也打了的小算盘 让副所长去关 副所长又留了的心眼 打开了一个监控 要是没有这个监控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 竟然还有这样惨绝人寰的事 仅仅七个小时的审讯 人就死了 办案人员把高低床的下铺床板抽掉 将孙仁泽手脚绑在床头床尾 让他整个人都架在铁格挡上 办案人员还认为重量不够 给他的肚子上加个哑铃 为的就是让他的玄空的腰部难受 期间还用PVC 小管子抽打 用手摇电话线点击 身上真的伤痕累累 最可怕的是 他们对孙仁泽用毛巾贴面浇水 或者直接浇水 要么就把他悬吊起来 要么就把他控制在审讯以上 或绑在床上 然后用水刑 有时候还往鼻子里灌水 用毛巾把嘴巴堵住 这样的浇水 贴面搞了十多次 有两次到十五 十六分钟 然后就把人搞死了 怪不得警察最开始给家属说 死因是孙仁泽喝水枪 要是没有监控 要是没有案发 还不知道是这样喝水枪死的 而实施这些手段的 最积极的是最年轻的警官 他不仅变态 还兴奋 王和言记者的描述非常生动 几乎所有被告人都指称 年龄最小 首次参加刑侦专专案组的刘宪勇 在八名被告人中 表现最兴奋 最积极 逼供手段 也最变态 他们说 审讯中 刘宪勇 或用胶带 剥孙仁泽的腿毛 或将装满水的可乐瓶 悬挂在孙仁泽的生殖器上 或用戴着塑胶手套 捏生殖器 而拔阴毛 毛巾负面浇水 直接水浇面部 大多是刘宪勇所为 庭审中 刘宪勇承认上述行为 我想侮辱孙仁泽的人格 摧毁他的心理防线 倘若再来一场运动 这样的年轻人 想必也不在少数 人性之恶的潘多拉摩盒 一旦被打开 每个人都可能疯狂和暴力 变得不像一个人 最后 律师们的辩护观点也很讽刺 希望法庭考虑到 当时扫黑除恶的特殊情况 本着刑法的牵异性 对被告人酌情从宽 呵呵 有多少 懂了吧 特告 嫌疑人孙仁泽之死 下面说说吉利汽车的消息 吉利控股 出售沃尔沃集团股份 套现49亿 据媒体报道称 吉利瑞典发言人 斯蒂芬·勒登证实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下称吉利控股 出售价值超70亿瑞典克朗 约合49.02亿元人民币 德沃尔沃集团股票 持股比例从8.2% 降至6.8% 据了解 这是吉利控股 自2017年 入股沃尔沃集团以来 首次减持 减持后 吉利控股 仍为第二大股东 乐电表示 吉利对沃尔沃的战略性 长期投资 没有变化 截至发稿前 吉利控股方面 暂未公开回应 2017年12月 吉利控股宣布 与欧洲基金公司 Sylian Capital 以下简称 Sylian 达成一致 收购其持有的沃尔沃集团 AB4V 8847万股的A股股票 和7877万股的B股股票 项目交割后 吉利控股将拥有 沃尔沃集团 8.2%股权 成为其第一大持股股东 并拥有15.6%的投票权 这一收购 是吉利控股 在收购沃尔沃汽车后 又一重要的战略投资 也是中国企业 在瑞典最大规模的 收购案之一 吉利控股收购的沃尔沃集团 与2010年收购的 沃尔沃汽车集团 Folo Cars 本属同宗 与沃尔沃汽车不同的是 沃尔沃集团的业务更加广泛 涵盖卡车 客车 建筑设备 船舶和工业发动机 旗下拥有沃尔沃卡车 额卡车 雷诺卡车 沃尔沃客车 新兴客车 配沃客车 沃尔沃变达发动机等品牌 彼时 吉利控股表示 收购沃尔沃集团的目的 是为了支持其在商用车 以及建筑设备领域的未来发展 探索其在电气化 自动驾驶 车联网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机遇 为沃尔沃集团开拓全球性业务 持续提升盈利的能力 本评到评 应该是吉利汽车没钱了 所以出售资产回笼资金 现在整个中国都没有多少外汇了 也许这也是中国政府受益做的 最后 读一篇网友关于俄乌战争的文章 俄军阵亡人数已经突破37万 而俄国国内出现多地停电停满的情况 还有一名俄国军官被冻死的新闻传出来 昨天 乌克兰军队消灭840名俄军士兵 使俄方伤亡人数达到惊人的37万 此外 俄军失去了10辆坦克33辆装甲车 两辆防空系统 8辆特种设备和35辆补给车 俄军在哈尔科夫库比扬斯克地区的进攻受阻 乌军每天都成功击退俄军9次的进攻 在克列谢耶夫卡 乌军继续坚守215高地 成功抵挡了俄军多轮的进攻 在阿夫迪夫卡 俄军遭受重大损失 俄军尸体在各处可见 在扎波罗热南线的罗伯基涅村 俄军218坦克团的三个突击4奥队被全歼 其中10人阵亡 8人投降 在赫尔松地涅伯和南岸 俄军对克林基村的乌军桥头堡发动进攻 但成果微乎其微 唯独在巴赫丹尼夫卡地区 俄军成功突破乌军第一道防线 乌军被迫撤退到第二道防线 同时 俄国内遭遇大范围降温 由于制裁导致零部件短缺 再加上前线急需维修人员 多地出现了大规模停电和停满 在顿河畔罗斯托夫 大规模停电导致数十所房屋失去电力 断水和暖气 在远东一些地区 气温降至零下35度 监狱供暖被切断 引起猜测是为了逼迫囚犯参与乌克兰战斗 越来越多的女性也被睁目 尽管前线的生存机会不容乐观 即便被征召到前线 生存6个月似乎也是不太可能的 在莫斯科附近 集中供暖系统发生故障 导致数十万人没有室内持续供暖 而室外气温降至零下25度 莫斯科市区1300万总人口中 停暖人数可能超过百万 莫斯科地区还将面临间歇性供电 最近 圣彼得保一家大型电商仓库发生火灾 有人认为可能是有意破坏 因为许多物流公司的员工躲在仓库中 跑避征兵通知 战线上死亡人数已达37万 后方再加上停电和停暖 俄军面临巨大压力 国际上对乌克兰的援助仍在继续 包括英国 法国 瑞典 丹麦等国提供的各种支持 乌克兰方面表示 尽管双方应地雷和无人机 而无法进行大规模进攻 但只要产能足够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乌克兰陆军总司令斯尔斯基表示 乌克兰需要更多军用飞机 包括美国A式攻击机 264阿帕奇和阿易超级眼镜蛇 以及黑影直升机 这些飞机在摧毁地面目标方面具有卓越表现 总的来说 俄罗斯的天然气不再是欧洲的生命线 相反 俄国内的制裁导致供暖设施频繁故障 多地停电停暖 俄军在乌克兰的伤亡不断上升 若不收手 后果将愈发严重 北级眼镜黄